小物理 找老杜 我们这一讲讲的是功和功率 功这个词我们生活中应该清楚过 比如说一个人干活不给力 就是他做无用功是不是 比如一个题目做不上来了 老师会批评他 你做的真是无用功 不是不是 你题目做错了 老师会说你做了无用功是不是 有这么个意思 但跟我们物理里面 差不多有点相似 我们物理里面什么叫做功呢 看几次图片 你比如说用挖土机 把这样的土给挖起来了 是不是给他一个力 然后再把它举起来 对 给他一个力 产生了一个效果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说挖土机的举力 对土做功了 比如这个 树上掉个苹果下来 它为什么掉下来 因为苹果受到重力 那是重力把它拉下来的 对 给它一个力 然后再把它拉下来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效果 这给掉 重力对苹果做功了 那你看推力 我给它一个力 跑了是不是 对 你看 这个力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效果 对 这也叫做功 在力的方向移动一定距离 这个距离有点短 应该画到这地方 帮你它了 这个你看重力是不是 对 这个距离有点短 是吧 那这个距离可能还有点短 向上移动在力的方向移动一定距离 是不是 我们物理上面就把一个物体 一个力自用在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使这个物体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移动到一定的距离 但这个距离一定是由这个力引起来的 我们就说这个力做了功 如果一个力自用在物体上 在这个力的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 物理学里面就是这个拉力做了功 为什么叫机械功呢 与区别我们将来学的电流做功 那个叫电功 那实际上就做功就行了 甭管是电功还是机械功 它都是功 中国功夫 有道理吗 有道理 做功效果就把人给打了 发功把你给打倒 是不是 有道理 产生效果了嘛 是不是 做功就是产生效果 做功有两个必要要素 第一 首先得有什么 有力 没有力肯定什么也发不了功 是不是 没有力做不了功 有力 但管有力不行 那产生效果是不是 对吧 比如你脑子费了半天劲 然后提摩没坐上来 没有功啊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在力的方向 通过一定的距离 但这个方向也不一定非要是 在一条直线上 不一定非要在直线上 你比如说 这鼻子怎么了 我塞 这字好 字都挺 我没让它出来 它就出来了 是不是 但出来就出来 是这样 你比如说 水平上有个物体 我这样给个力 它能不能过来 能 能吧 对 这样给个力 它能过来 是不是 那我这样给个力 能不能过来 也能过去 也能是不是 对 那你比如说物体 移动到这个地方 它的运动方向是水平的 是不是 对 跟这个力是一个方向 是不是 对 跟这个力是大致一个方向 是不是 对 这两个力都叫做工 都叫做工 但计算上面会有点不一样 都叫做工 那什么样叫不做工呢 主要说了 如果力与运动方向不垂直 我们物理上面这叫不做工的 不做工的 好 下面我把这种不做工的情况 跟大家一一例举一下 第一个 劳啊 无功 劳就是有力的意思 比如说 举中运动员 举起杠铃 在空中近书五秒钟 这时候肯定有力 是不是 对 但是杠铃动了吗 没动 没动 我们物理里面就叫 没产生效果 这叫不做工的 好 有力 但没有移动距离 我们物理上说 这是不做工的 这样 不劳无功 比如一个光滑的水平面上 一个小球在狂奔 光滑水平面是没有摩擦力的 是不是 没有 如果一个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面 严肃直见的时候 是不需要力来维持的 是不是 对 只要一个出速度 有个惯性就够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虽然有距离 但没有力 我们这 哎 干嘛这么操之过节 这个也叫不做工 不叫 你虽然动了 有效果 但没有力 是不是 对 因为羽肉里面 自然间的有些物体 天生就是运动的 是没有力做工 还是这个都做工 就是把这吊上 踢起来 那肯定做工 这肯定做工 是不是 对 但 有时候是不做工的 不是 踢起来这个过程 肯定是做工的 你又给它向上一个体力 是不是 对 然后它往哪走 向上移 向上走 是不是 对 但你本身体现算了 你还得水平移过去 是不是 嗯 你把地面的东西提起来 再送到别的地方 放下 是不是 对 我问的是 从空中送的这个过程 还做不做工呢 嗯 那就不做了 对 就不做工了 你看那空中送的这个过程 我力的方向哪的 向 手指向上 对 力的方向上的 但它运动呢 运动是水平 水平的 是不是 对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物理学上称的是不做工的 在水平方向上 匀速移动 一段距离 拉力的后 做工了吗 不做工 但一个同学 老师不相信 这肯定产生效果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过去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初中物理 跟高中物理的一个区别 我们初中物理讲的都是个理想状态 实际上 你把物理刚拉到水平 拉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在这么 把它拉水平了 是不是 对 在刚启动的一瞬间 这个力是不可能垂直的 它肯定稍微倾斜一下 是不是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肯定是做工的 但是我们初中是不要求这个 我们初中要求是什么呢 你把水平过来了吗 是不是 我们等你水平过来的时候 匀速动的时候 这是肯定不做工的 但实际上实际生活中匀速的东西 特别难找 是不是 嗯 温速的东西 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的 但理论情况下存在的 在理论匀速的情况下 物体水平匀速 匀速的情况下 那个力确实是数值的 是不做工的 可是我们初中物理 有时候为什么难讲呢 比高中物理还难讲 你知道吧 因为它跟实际生活是矛盾的 嗯 是不是 对 跟实际生活 它确实是矛盾的 因为你初中研究的是 最理想的理论情况 可实际生活 恰恰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呵呵 所以讲究不较正了 行吗 嗯 不较正了 有利有距离 但利与距离垂直 还有一个 有利有距离 你比如说地上有个足球 哎 我看前面有个球门 我脚就痒 是不是啊 嗯 给它一脚 这个球被我踢的怎么样 飞空中了 是不是啊 对 好 球被我踢到 飞到空中的 这一个过程中 我的脚 有没有做工 肯定做工 有利有距离吧 对 但是利与 运动的方向 有没有垂直呢 嗯 没有 那你肯定做工了 是吧 对 你认为整个过程 全做工了 是吧 哎 没有没有 踢的时候做的 啊 踢的时候 脚肯定会给球一个力 是不是 对 这个球在脚力的方向 肯定也一定距离 是不是 嗯 但这个距离肯定很短 咱们看不出来 是不是 对 这个过程肯定做工 是不是 嗯 但它一旦离开脚以后了 由于它具有什么 具有惯性 惯性 它卡要走 是不是 对 在离开脚以后 它虽然有距离了 但还有没有力了 没有力了 对 那就不做工了 不做工了 注意不做工的情况啊 好 我们花了 我们花了 小几小十分钟时间 把八分钟时间 把什么 做不做工被搞定了 是不是 嗯 那工的计算就会 啊 工肯定跟力的大小和距离有关系 是不是 嗯 力越大 移动的距离越多 做的工怎么样 就越多 越多 好 力乘以力的方向 移动的距离 好 我们就称为 它做的工 力的单位是牛 工的单位是米 那牛乘以米就叫念成 牛米 牛米 千万别读成牛美米 什么时候读成牛美米啊 牛除以米的时候 对 牛除以米的时候 啊 有点老师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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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跟这F是 这样吗 比如 这个F是这样的 然后物体被我这个力 拉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距离是S 这个做的工是F乘以S吗 嗯 这个不是同学们 这个不是 刚才刚才说了 这个的 虽然这个力是在做工的 是不是啊 对 但计算上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力必须是这样的 进来 这个力必须是这样 力的方向和物体运动方向 必须是 在同一条直线上 才能用这个工式 好 但是像这个 这个力虽然运动 虽然运动方向 跟力的方向 不在一条直线上 是不是啊 对 但这个力也是做工的 但如果计算 那我们初中不学 高中才学 好 高中学 那可能不要管它了 是不是啊 嗯 不要管它了啊 哦 工的单位是牛米 是不是啊 嗯 牛米啊 工的单位是牛米 但是面前比较绕口 绕口 好 有一个物理学家 叫焦尔 英国的 为了纪念它 我们就把它的名字 定为工的单位了 它肯定的工 呃 贡献 贡献比较大 是不是啊 比较大 好 呃 改天有一个物理单位 叫老杜该多好 哈哈 别想了啊 没有的事 一胶就等于一牛米 是不是啊 对 一胶就是一牛的力 移动一米 是不是啊 嗯 一牛大约是两个鸡蛋 对吧 对 那用两个手 拖着两个鸡蛋 啊 拖一米高 做做工 好了 下面必须理解 什么叫科佛阻力 做工啊 这个必须得会啊 因为计算的时候 用吗 你比如说 我手拖鸡蛋 是不是啊 对 为什么需要用力 它才能起来呢 呃 鸡蛋有相加的重力 有相加的重力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向上拖的这个力啊 就是科佛它的什么 重力 重力 啊 那 我们说到这么 我们这么说的啊 如果物体在运动方向受到一个与此方向相反的力F 我们通常是克服这个阻力做了工 但我如果树枝向上提物体的话 那就克服重力做工是不是啊 对 那克服重力做工的大小就是等于重力 乘以重力方向移动的距离 你如果在地上水平拉一个箱子 你为什么需要用力才能向下拉得动呢 因为地面和箱子之间有摩擦力 有一个摩擦力是不是啊 对 如果没有这个摩擦力的话 我就不需要这个力这么大的是不是啊 我稍微一蹬就走了是不是啊 稍微弹一下就自己一直走下去是不是啊 我之所以要持续就有这个力的话 那是因为持续就有那个摩擦力是不是啊 对 所以这时候就叫克服摩擦力做工 工的大小就等于摩擦力 乘以摩擦力方向移动的距离 啊 这个了解一下 咱们将来春秋季复习课程的时候 有这样的题目 好了 爱着物体跑步有快有慢吗 有 那你说做工有没有快有没有慢呢 应该也有 你比如说我爬楼吧 爬楼是克服自己的重义做工是不是啊 对 咱们俩同样爬楼 相同的时间里面我能爬到十楼 你能爬到三楼 这就跟咱俩做工快慢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是啊 不一样 那如何比较咱俩做工快慢呢 比如咱俩体重 别体重一样了 咱俩体重不可能一样 比如说 你说吧 怎么比较做工快慢 相同的时间呢 然后呢 相同的时间大家看谁做的多呀 谁做的工多是不是啊 对呀 相同时间随时做的工多的做工怎么样 它就快呀 有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还可以做相同的工 做相同的工 我看谁用的时间是少 谁就快 对非常好 相同时间里面做工多的做工快 是不是啊 做相同的工 用时短的做工快 是不是啊 好 那既然做工有快有慢 我们物理学上面 引入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功率 它干嘛呢 反映物体做工快慢 那就意味着功率越大 做工越 功率越大 做工越快 快 哎 好像速度这个物理量 也是这么定义的是不是啊 嗯 速度是反映物体运动快慢的是不是 对 那怎么定义速度这个物理量呢 呃 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路程叫速度 单位时间通过的路程是不是啊 对 好 那我们功率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做的工 叫做功率 哇 哎 那速度的公式是V等于什么 S比上T S比T 路程比时间是不是啊 对 哦 功率用字母P表示 哎 刚才那功用什么表示 W是吧 W W 那你拿W比T就行了 是不是啊 W比T啊 W就是那功对吧 对 那W还等于PT是不是啊 P等于什么 P等于W比P W比P是不是啊 嗯很简单对吧 哎等等 刚才说的W还等于什么 W还等于Fs Fs是不是啊 对 那你说我要把这个换成Fs 你看这啊 这S比T等于什么 S比T应该等于V 这S是路程 T是时间是不是啊 对 这距离吗 是不是啊 嗯 路程处于时间等于 应该等于速度 速度是不是啊 哦 功率有P等于FV是不是啊 嗯 好 哦 那你功有单位是牛米 又叫交耳 是不是啊 对 那功率是不是有单位 嗯 功率是哪里W除以T是不是啊 对 W单位是什么 W单位是交耳 交耳是不是啊 对 那它是交 时间单位呢 秒 那它应该念什么 交每秒 功率的单位就是交每秒 但是后来又不交了 又有一个物理学家很著名 他给我们的物理学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用他的名字来代替交每秒的 这个物理学家叫瓦特 听说过吗 听说过 瓦特 简称瓦 符号是W 完了 怎么又冒出个W出来啊 这个W跟这个W一样吗 有点音 这个W 是功率 功率P的单位瓦特 这个W 是做功的个功的多少的字母 物理量的字母 有点晕吧 没办法 你比如说我给你几个例子啊 速度等于什么 S比T S比T是不是啊 对 KS代表什么 S代表路程 路程是不是啊 对 好了 这时间是6秒 6秒怎么写 6秒 是不是6S啊 也是叫S 那这个S在地方代表什么 秒 时间的单位秒是不是啊 对 这个S在这地方呢 代表路程 路程是不是啊 对 这一样 W在这个地方就代表功 这物理量是不是啊 嗯 比如说5瓦特的就变成什么了 那变成单位了 单位了是不是啊 对 1瓦特就等于1焦每秒 就是1秒钟做了1焦的功 1千瓦等于是个三次方瓦 1兆瓦等于是个六次方瓦 1瓦的物理意义就是 1瓦等于1焦每秒 是不是啊 对 就1秒钟做了 1焦2的功 1焦的功 看看这个啊 小密森 功率是2成是个4次方 非常小 是不是啊 达卡车是99千瓦 仁瓷是70瓦 这海上的大轮船是7千到2万3 单位还是千瓦 这比较大是不是啊 嗯 了解一下啊 这没啥用 这几个内容不多 嗯 我办不到20分钟去讲 讲内容 功和功率同学们 其实真正单考功和功率的真不多 功和功率要考的放哪呢 放到花轮足里面去 就学了花轮足以后 就好多题目可以跟功和功率 组合到一块了 啊 做功的两个必要要素 哎对 这咱们的潜规则是 你需要干嘛来着 我先自己写一遍 自己写完是不是啊 嗯 你现在我已经摸着你写完了是吧 嗯 第一有 要有力 力的作用是不是啊 嗯 要在这个力的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 力的方向移动距离是不是啊 对 功的计算公式是 W等于Fs 还得一个PT是不是 嗯 对吧 咱们后来学的是不是啊 对 克服重力作工呢 克服重力作工是 呃 JH 你看我都写出来你才说出来是不是 嗯 不是老师我正在想你那克服的课写的 写的 写的 写的通假字了你都不知道啊 好吧 我疑问太差了 这通假字了 好吧 通这个字 好 好 克服摩扎里做工的计算公式呢 啊 W等于小F乘以S 好 这两公式我们将来的春秋季复习的时候再用 好 现在有点早 功率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表示物体做工快慢的物理量 好 反应做工快慢是不是啊 嗯 功率怎么定义的 单位时间内做工的多少 单位时间内做的工是不是啊 对 功率的计算公式P等于 W比上T W比T是不是 对 推导公式P等于 P等于FV FV是不是啊 对 功率单位 功率单位是交二 功率单位 是瓦特 瓦特是不是啊 嗯 好了 咱们的请规则现在已经默认了怎么着 我必须得先做一下 你必须先做完了 再打开视频听听的是不是啊 对 好 好